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那夜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中国的外贸 以及外汇储备 以及黄金造假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还是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听一下 那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给大家讲那些大的理论 和讲一些繁琐的数据 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 刚刚我得知的发生在中国深圳的一个事情 反映了中国贸易 惨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 他的地址显示是深圳市蛇口的码头 他说公司通知司机 拉着空柜满街跑而已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下面有网友回复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外贸公司的 然后公司通知司机 拉着空货柜满街跑 营造这种贸易非常繁荣的假象 给自己的客户 给员工 给公司打鸡血 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现在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火热 我看很多人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 中国的贸易已经惨淡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已经没有订单 但是还要假装繁荣 其实公司的这种行为 和整个中国的外贸 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 就是整个中国外贸惨淡的一个折射 我们之前也听说过 往返于中东地区的列车上 其实很多是拖着空空的货柜的 很多货柜是空的 那么营造中国贸易繁荣的假象 现在中国的满大街上乱跑的大货车 其实很多拉的都是空货柜 大家不要以为你们都是满的 基本上货柜都是空的 没有货物 中国的外贸基本上死的差不多了 中国的七大港口都是差不多 都是在假装繁荣 前几天我也给大家做了节目 说中国的几大港口 像上海 宁波 青岛 然后深圳 广州 很多港口都是全球数一数二 前十名的这种大的港口 很多港口的空的集装箱 堆都堆不了 堆到其他的城市去了 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中国的外贸已经惨淡到了 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居然要靠这种 拖着空货柜满街跑 来掩饰中国外贸的繁荣 那么像这种现象还能撑几天 那么讲完这个故事 我再来给大家挪捏一座 昨天刚刚出来的数据 本来今天是不太想做的 因为做了一期节目 还是比较累 但是我看这个事情 还是可以好好的讲一下 而且有几个点 都可以给大家聊一下 所以我就加更一期节目 后面我儿子在那里睡觉 所以有时他在打呼噜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见 如果听得见的话 大家包涵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这组外贸的数据 那么昨天中国的海关总数报告 说海关统计 今年前二个月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 是6.18万亿人民币 同比是微降了0.8% 看起来不多 这是进出口总值下降了0.8% 因为它是两个月份放在一起统计的 就是今年前两个月 一月份 二月份 其中他说出口是3.5万亿元 增长了0.9% 进口是2.68万亿元 下降了2.9% 看起来下降的都不多 增长的也不多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计量单位是人民币 所以前两个月的贸易顺差 是8103.2亿元 扩大了16.2% 看起来还不错 这是人民币统计的 我们再来看 按美元统计结果会如何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进出口总值是8957.2亿美元 下降了8.3% 其中出口是5063亿美元 下降了6.8% 大家注意 前两个月中国的出口下降了6.8% 正常中国的外贸每年同比都是在增长的 但是现在一二月份 同比下降接近7% 这个幅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 大家记住这个6.8% 而它的进口是3894.2亿元 下降了10.2% 就是说进口比出口下降的幅度还要快 当然这个进口下降 可能反映国内的消费或者需求比较萎靡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国在压制进口 营造这种衰退型的顺差 那么大家注意什么叫衰退型的顺差 就是说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时候 强制让进口下降的更多来保持这种外贸顺差 这叫衰退型的顺差 但是这种顺差可以说是无法维持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进口是有一个刚性的 你很多像铁矿石 粮食 芯片 很多你是必须要进口的东西 是刚性的需求 你不能无底线的去压缩它 因为压缩到一定程度就压缩不了了 比如说进口的粮食 你不能说大家不吃粮食吧 进口煤炭石油 你不能说车和工厂不烧油吧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衰退型的顺差 所以经过这种苦心基因 一二月份 它的贸易顺差 还是有1168.8亿美元 是扩大了6.8%的 那么大家注意 衰退型的顺差还有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下降 那么后面我再给大家接着讲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外贸的情况 看这个中国的外贸结构 对东盟 对欧洲美国日本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说这个里面也是比较有意思 特别是对欧洲美国的数据 我们看数据 对东盟进口增长 对欧盟美国日本是下降的 前二个月 东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总贸易值是9519.3亿元 增长了9.6%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4% 其中对东盟的出口是5700亿元 增长了17.9% 看起来还是不少 那么有朋友可能就说 就算对欧美在下降 但是对东盟的出口在增长 对东盟的贸易顺差 是扩大到了1880.7亿元 扩大了91.6% 所以大家注意 有朋友可能就会说 就算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出口在下降 但是对东盟的出口增长这么猛 其实我们也不怕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大家注意中国的很多出口产品 出口到东盟 这个东盟里面也包括香港 大家注意 那么出口到这些地方 很多其实就是一个转口贸易 如果真的都是转口贸易 也不错 但是中间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将中国的一些产品 包括一些工厂 一些设备 都在往东盟的国家在转移 中国把这个东西统计成出口 所以他觉得这个增长 看起来是好事 实际上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 说明一些产品线 一些生产设备 很可能是大幅度的 在向东盟国家转移 供应链在向东南亚转移 我觉得应该是释放出的 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 像东盟出口这么多是好事 我觉得这不是好事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和欧盟的出口情况 中国对欧盟出口了5528.3亿元 是下降了5%的 大家注意一个数据 对欧盟的贸易顺差 也是收窄了12.1% 这个顺差收窄的幅度比较大 那么欧洲还不是最亮眼的 我们看一下它和美国的贸易 才是最亮眼的 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值 是7029.8亿元 下降了10.6% 那么就是进出口下降了10.6% 这是跌幅最大的 就是中国和所有的经济体里面 外贸进出口总值跌幅最大的一个 其中对美国出口是4941.1亿元 下降了15.2% 就说对美国的出口下降的幅度 远远超过了欧盟日本等等 其他主要的经济体 那么自美国进口是2088.7亿元 增长了2.8% 那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是2852.4亿 收窄了大家注意这个数据啊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窄了24.9% 相当于收窄了25%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你就知道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关系 和外交关系冷淡的同时啊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 是直线的下降啊 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5% 而顺差收窄了25% 我们知道中国这些年赚的最主要的 外贸的顺差是哪个国家 就是赚的美国的钱 基本上百分之五六十的顺差呀 都是赚的美国的 然后中国呢就利用这些顺差呀 去收买一些非洲国家 对其他的国家输出一些贸易顺差 然后要挟其他的国家 但是美国没有要挟中国 对不对 中国反而利用他的贸易顺差 去要挟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像澳洲 像一些非洲 日本等等一些国家 所以中共看到没有 拿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 他不说感谢美国 那么他对别的国家有贸易逆差 他要别的国家来感谢他 觉得别人呢 批评中共是在吃肉骂粮 那么美国同样的道理 可以说你 你拿了我这么多贸易顺差 你是不是也在吃肉骂粮呢 是在砸锅呢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看看了 刚刚举行的那个 秦刚的新闻发布会 就是答记者问 战狼气十足 包括习近平对美国 这两天也是非常强硬 那么这种外交关系 这种对抗性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必然会反映到经贸上 现在经贸上就是 美国已经撇开了中国 重建产业链了 所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是急剧的下降 美国大量的进口 就来自东南亚的国家 印度越南 然后是墨西哥 欧洲 加拿大来自这些 把中国完全是撇开了 所以现在一二月份呢 下降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当然了 一二月份呢 它还是有个延迟效应的 一二月份的贸易呢 反映其实是三四个月之前的贸易订单 那么如果要等到 今年的四五月份再统计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个外贸数据啊 可能会更加惨淡 从美国进口 对美国的出口啊 可能会更差 不信大家到时候再看啊 所以这就是中共啊 要和美国和欧洲脱钩的一个结果 你中美脱钩的效应 必然导致就是美国和欧盟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和东南亚结盟和这些国家组成这种完整的产业链撇开中国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导致世界经济中心呢 那么外贸数据出来之后啊 中国的股市啊 和香港的股市都是大幅度的下跌 今天香港的股市还在大跌啊 他说不过我还不打算对这组数据做出分析 我还需要等等到四月份的数据出来 外贸数据它是具有滞后性 现在发布的海关通关的数据啊 反映的其实是三到六个月前的订单 唯有等到四月份的数据出来 才能确定去年四季度之后真实的订单情况 他说各位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 外贸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柱 以前是 现在还是 其他任何经济部门都没有外贸来的重要 那么这点和我的观点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中国就是外贸立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呢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外贸 整个国家的经济啊 可以说就将土崩瓦解 中国依靠外贸赚取大量的顺差 来支持大量的进口 来支持中国的对外战略 来支持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对不对 没有这种顺差 中国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这种金融体系是不复存在的 那么这点和老门的看法也是比较相近 那么来说 外贸是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法比的 都没有外贸重要 房地产固然提供了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看起来十分重要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货币信用 都是建立在外贸行业基础之上 就是大量的贸易顺差 成了中国发行基础货币的一个基础 也是维持人民币和美元联系汇率制的一个基础 所以没有贸易顺差 中国的这些货币体系可以说都将土崩瓦解 所以外贸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但是中共啊 现在为了和美国对抗了设立和美国撕破脸 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全方位的对抗 那么外贸能好得起来吗 所以外贸一旦不行了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了 必然就会捉襟见肘了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央行啊 二月份的外汇储备规模 它是环比下降了1.61% 到了31333亿美元啊 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中国的外贸可以说环比下降了这么多 基本上就是说二月份比一月份的外汇储备啊 它是下降了接近500亿美元的 大家想想中国还是有贸易顺差 但是外汇储备还在大幅度下降 这个下降的幅度非常之大啊 降了1.61%啊少了500亿美元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这些钱去哪里去了 每个月还有1000亿美元的顺差 但是外汇储备啊 比上个月都下降了500亿美元 这么快速的外汇流失 到底是流到哪里去了 那么唯一的解释啊 可能就是资本在大幅度的撤离中国 再兑换成美元离开中国 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才会下降 典型的就是前几天的华尔街的一个大佬 要离开中国 中国不让换 不让换汇离开 对不对 那后来这个事件被捅到国际媒体上去了之后了 中共开始又找借口 又服软了 可以说和汇丰银行呢 统一了说法 那么现在呢 可能还是能汇走 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那么有朋友可能说 中国的外汇流失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买了黄金呢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黄金储备 也是外汇储备构成的一部分 你把美元买了黄金 基本上是左手放到了右手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会有变化了 所以不是因为买了黄金 但是目前来看了 中国的黄金储备啊 确实在大幅度的增加 二月份呢 中国的黄金储备啊 增加了1.22% 到了6592万盎司 是连续四个月增加呀 所以全球现在有些央行啊 和美国对抗的一些国家的央行 都在大量的储备黄金 比如说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等这些国家 就是希望通过黄金呢 做货币的担保啊 能在货币上和美元分庭抗理 来去美元化 但是我觉得这是异象天开 你就算囤再多的黄金 也对抗不了美元的流动性 说到黄金呢 很多朋友其实非常关注 因为我这两年呢 有些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在投资一些黄金 就是购买一些黄金呢 对抗这种极端的情况 对抗恶性的通货膨胀 但是目前呢 中国的上海交易所呀 已经报道出来 有黄金参加的现象 这个事情呢 今天呢 刚刚他们发了一个声明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上海黄金交易所声明 说注意到某些媒体报道 澳洲的珀斯注币厂 向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售参加的金条 经查了该报道的内容 被你真相 已经构成了对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名誉的侵权 这个消息现在在国内可以说炸开了锅 因为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中国最权威的黄金交易所 对不对 是非常著名的这种金融机构啊 他如果购买这种参加的金条啊 那个影响会有多大 大家想一下 有多少人又买了他的参加的金条了 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所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出这样一个声明啊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引发了高度关注 那现在问题是 到底他从澳洲进口的黄金是不是参加的 那么我先来看一下澳洲的ABC啊 他们有一个报道啊 因为这个黄金参加的信价啊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报道 媒体呢是澳洲的ABC中文 他说这可能是澳洲史上最大的一宗黄金丑闻 根据一份内部的报告 珀斯铸币厂曾经向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售了橙色不足 或者是参加金条多达100多灯 珀斯铸币厂曾经向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售了橙色不足 或者是参加的金条多达100多灯 事情败露之后了 铸币厂试图加以掩盖 拥有124年历史的珀斯铸币厂 是世界最大的新开采的黄金加工厂 仅在去年呢就销售了203亿澳元的黄金 那么具体的详细报道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媒体在澳洲 他报道出了这种黄金参加的现象 澳洲媒体都言之凿凿都报道了这个事情 为什么中国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又发声明说没有这回事呢 大家想想中间是否真的有什么猫腻在里面 所以就我的判断呢 这个参加的现象可能是确实有啊 那么到底是这个注币厂主动的参加 还是说上海黄金交易所在进口的时候啊 要求他们参加达成这样一种协议的 大家思量一下中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那么中国的上海黄金交易所 中国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要求他们参加 然后呢进口的价格比较低 然后呢按照十足的价格真实的价格 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交易 那么上海交易所从中间能赚多少黑心钱 大家想想 但是这个黄金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啊 之前呢我们一直说中国有很多假黄金 黄金生锈 黄金涨这种绿煤的现象啊 其实啊 很多时候这个黄金呢 就是在采购的环节发生了问题 而且很可能是中国非常权威的黄金交易所干的事情 把这些假黄金剩假的黄金呢 卖给普通的投资者 我觉得这才是丧尽天良啊 黑良心 如果在投资实物黄金的时候啊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中国的黄金里面的坑呢 确实是太多了 很多是橙色不足 参加 然后参其他的一些金术啊 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 连上海黄金交易所这样的权威黄金机构啊 都开始造假了 那我们觉得中国还有真实可信的黄金可以购买吗 所以大家投资啊 一定要留一个心意 多多谨慎一点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我当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欧洲澳洲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家庭 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珠的传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渔市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治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原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狼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